我以前做過美容品的consultant 化妝品都是關於美的東西 高級時裝的銷售我都做過 寫字樓我都做過 那時我打字 那時還沒有電腦 要打字的 我都做過 打打打打打打打 但現在不行了 什麼都不懂 結婚後就生了小朋友 生了小朋友想著 哎呀 那不做 因為那時候的年代 又沒有那麼輕請工人 而且想著要小朋友生出來 那個思想 你媽媽是要照顧她的 是不是 又沒有老人家肯臭 沒有 因為我老公很緊張子女 很緊張小朋友 因為我大兒子又不足夠出生 七個月出生很弱 沒有人敢臭 那些親戚都說不臭 你自己搞定 這麼弱 有什麼冬瓜豆腐怎麼負責 你又不會請工人吃 那就自己臭 那自己臭 哎呀 不如快點生多一個 別人教我 喂 你這環境不做事了 那時候很多那些人都叫我回去幫忙做事 因為我都做公司 就是工作上上面 都是挺成功的 做得 我說不行 不是呀 別人說 你今天做事呢 你快點生多一個 一起臭了他 那他們大了你就回去做事了 想著是呀 生多一個一起臭了他 不做了他 那就再生多個兒子 一起臭了他 我就一直沒有做事 那後期呢才出來 帶兒子去拍攝 那自己又拍攝 那一路拍攝 那兒子以後都大了 一路一路這樣 才做到今時今日這樣